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早上刚刚看完 郭宝胜在5月12号所做的那个视频 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要参与签署这个东京宣言 他在那个里面解释了 他为什么要和郭文贵 要进行政治立场上面的切割 他这个语言非常的平和 但是其中所表达的信念却是非常的明确的 有一段话非常让我感动 他说我郭宝胜之所以是郭宝胜 是因为我过去的经历所决定的 是因为我是不能够放弃 反共民主这个民运人士的底线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说他必须得在政治立场上面 和这个拥袭保共改良的郭文贵要有所切割 虽然这个爆料他过去是一直赞成的 今后也会赞成 但是不能够放弃作为民运人士的这个底线 反共民主这个底线 我相信保胜的这番宣誓 也是所有参与东京宣言的这些民主人士 这些挺郭人士的他们共同的心声 挺郭人士在郭文贵 现在已经非常明确的表达出他的政治理念的时候 政治态度的时候那现在一定要跟他呀要有这样的一个切割 如果是你在这个时候还不能够切割的话 那么你就不再能够把自己称为民运人士了 我在两个月以前在3月14号的时候做过一个视频 那是为了驳斥郭文贵对我们的这个全民共振平台的污蔑 他污蔑我们是钓鱼的这个一个行动 为了驳斥他这个污蔑所做的这样一段视频 在这个视频当中我曾经警告过郭文贵 说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我现在给大家回放一下这一段视频 当初我们很多人 很多朋友 很多民运的朋友 很多反共的朋友 都是支持爆料的 因为大家有一个念想 就觉得郭文贵是这个体制的叛徒 反个一击对中共有打击 但是我们现在看见 他整个爆料行动对中共没有打击 只是对中共的这个从威权体制 寡头制转向极权体制 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 再说回来 这个很多支持郭文贵爆料的朋友 都是我的朋友 很多这些朋友 是过去长期以来从事民运活动的 是反共的 是真正的支持民主的 大家之所以挺郭 并不是因为你有钱 你放心 这些人半辈子跟中共为敌 他们不会在乎闲 在乎闲的不会走上这一条路 那么他们为什么支持你呢 是因为他们存着一个恋下 他们认为你会对中共开战 但是如果你现在呀 对那些正在向中共开战的人 你在向他们开炮了 那么我相信呢 这些人呢 智商绝对不低 这些人呢 绝对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 来跟你一起 向他们的同道开火 那么他们一定会抛弃你 他们一定会坚持自己的原则 一定会坚守自己反共民主的立场 我这个视频呢 是3月14号15号发表的 那一个半月之后 东京宣言就签署了 一大批的真正的反共民主人士 就跟郭文贵切割了 能不切割吗 当你郭文贵啊 反复的在强调习近平是千年明军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跟你切割 当郭文贵啊 反复的在这说 不能够反共 9000万共产党员是好的 坏的只是几个盗国贼 那这种啊 这个谬论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跟你切割 当你说啊 要鼓吹以党治道 以党治国的这种啊 这个改良谬论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跟你切割 再不切割还能叫民主人士吗 当你违背常识 违背良知的这些谬论啊 在你反复的从你口中出来的时候 你让这些挺过的民主人士 怎么能够再继续来挺你 所以东京宣言的这个签署 真是来的真是时候 大家虽然对你保持了极大的耐心 但是呢 到了这个五月初的时候 实在是忍耐不住了 实在是必须得跟你做一个明确的了断 当然了我那个视频呢 不是你不是这个郭文贵的视频呢 是当时呢出来以后 确实是引起了一些朋友的不安 引起了他们的震动 对我呢 可能有一些不理解 出来以后呢 保胜就做了几个视频 对我这个进行严厉的批评 我可以理解 在反顾民主这个事业上面做事情 有时候呢 确实是不按常理出牌 有时候确实是能够 是会出人意料 有些朋友不理解 有些朋友对我的误解 我是可以理解的 我是可以接受的 我是可以等待的 那保胜在做了这一个视频之后呢 我就跟他做了一个视频回应 那我现在也给大家重放一下 面对这些来自朋友阵营的批判 我秉持三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要记得 他们过去的好处 我记得这两位朋友 都是我在九十年代初 认识的老朋友老战友 在那个年代 真是万马其鹰 一片黑暗 那个时候真正的是看不到希望 这两位朋友 就在那个时候一起站出来了 跟我一起奋斗过 在那个时代奋斗过的 那种截斗的友谊 那是终身难忘的 那是可以消弭我们之间任何的误会的 那是可以给我非常大的一个耐性 能够包容他们 也能够接受他们的批评的 那就是那样一种经历 所以说呢 五毛朋友 你们不要再费心了 我不会对他们做出严厉的回击 那第二个呢 是要理解他们的处境 我们在国内奋斗了 牺牲了 最后不得已逃亡到海外 大家散步在天涯海角 所以相互之间的沟通并不是很畅通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生活的环境 都有自己的经济负担 也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子 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 处境不一样呢 受到的压力也就不一样 受到的影响也就不一样 那么有些朋友 受到他 他可能呢 对我的一些评价 对我的一些批评 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本心 而是受到了环境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我有什么理由 不对他们表示理解呢 第三点 对这些朋友 我是满怀期待 我是坚信 总有一天 当这个迷雾散开的时候 当一切啊 沉埃落定的时候 我们大家会前嫌尽事 又会握手言欢 那个时候 我们的兄弟情谊 就会得到恢复 我们民运圈呢 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风气 就是大家在一个事情上面 一言不合就要大打出手 我们大家走到一起 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反共民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大家在一起经历很多的事情 如果在一个事情上面 这个观点不一致 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而且呢 就反目成仇 而且呢 就一辈子老死不相往来 那么我们这个 怎么能够形成一个团队 我们怎么能够结成一个阵营 而没有这样的团队 没有这样的阵营 我们又如何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个人的这些恩怨放下 能够把在小事情上面的 在每一个具体环节上面的分歧放下 大家专注于那个大的目标 只要大家反共民主的 这个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一样的 只要大家的总体的目标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包容不同的意见 一定要在每一个环节上面的不同的意见 我们要要有耐心 这个已经发生了那些争吵 大家一定要放下 所以我呢 做了这样一个视频 就是希望对所有的这个民运界的朋友 我想呢跟你们说 我们呢今后一定要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包容 一定要团结 不能够让中共来看笑话 不能够让郭文贵这样的中共的英权 来看我们的笑话 我认识宝胜呢 已经快三十年了 那个时候宝胜呢 年轻的十九岁二十岁的那个时候 他是人民大学的哲学系的学生 我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大家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 那时候的宝胜非常的勇敢 我当时呢是认识一批在深圳 从事工人运动的朋友 我就把宝胜介绍给他们 宝胜呢 那个运动非常的热心 就把自己的学业放下了 他那个时候是大学二年级 他放下了自己的学业 毅然跑到深圳 去帮助那一群朋友啊 去从事工人运动 后来在九四年的时候 不幸被捕 被判了三年半的徒刑 如果当时不是因为这个九七回归 中共想对外营造一种宽松气氛 那他们被判的刑期可能会更长 那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 有这样的思想基础的人 无论他做什么 无论他对我个人发表什么样的观点 我都觉得都是小事 都是可以包容的 总有一天我们会走到一起 在这个反过的这些事情上面 在他刚开始对我是不理解 那么我相信现在我们之间呢 还是有分歧 分歧不要紧 先放下了 先放下了 我们大家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努力 专注于大的事情 君子何而不同 我希望呢 我相信我们今后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何而不同 我也相信所有的所有的民运的朋友 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挺过这件事情上面呢 我和大家一样都有相似的心路历程 只不过是在最后和郭文贵割裂的 这个时间上面略有差异而已 当初郭文贵出来爆料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眼前一亮 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勇猛 面临这么样的大的事情 大的决策 他居然能够从容淡定 非常的了不起 但是呢 他第二次视频的时候 就开始攻击博讯 攻击这个韦什和希诺 我就发了一个推特 我说 这个原来以为他是条狼 怎么突然一看呢 又像是一条狗 但是后来在第三个视频 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的视频当中 就是越战越勇 这个矛头直指王岐山 孟建柱这些中共的大头目 这个时候我就对他 这个印象又改观了 我觉得这个人呢 确实是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勇猛 对中共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力 应当支持他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接受了采访 也自己做了视频来支持他 但是到了919之后 他就开始停止爆料了 他的主要的攻击对象 都转移到这些民运人士的身上 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 那就是更是变本加厉 把他的这个保共拥习改良的这一条论调 就全盘的抛出来了 到了今年三月份 就开始攻击我们这个全民共振的这个行动 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跟他割裂了 郭文贵这个人呢 让我想起了这个古代历史上的一个人 就是吕布 这个吕布和郭文贵之间 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一个就是做事情都非常的勇猛 胆子非常的大 第二个是能力非常强 吕布那是这个勇贯三军 郭文贵过去在北京也是被人叫做战神的 做事情这个杀伐决断是非常的有一套的 第三个呢 共同的点呢 就是都是善于背信弃义 这个吕布呢 是有名的 是三信家奴 他不断的转换主人 只要谁对他有利 只要谁啊 能够给他提供啊 这个发达的机会 他就去投靠谁 第四个呢 就是只有新朋友啊 没有老朋友 因为你不断的背信弃义 当然人家不会一直来上当了 林肯都说了 你可以欺骗一个人于永久 你可以欺骗所有人于一时 但是你不可能欺骗所有的人于永久 老是欺骗人的人 他就没有老朋友 只有新朋友 而这个新朋友啊 肯定是做不久 那最后的吕布的结局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敌人太多啊 最后一定会失败的 他被曹操给抓住了 那吕布就说啊 曹公啊 饶我一命 你看看我能够打仗的 你把这个马队交给我 我将来啊 帮你踏平天下 那曹操就问身边的刘备 刘备当年呢 也是过去吕布的啊 这个一个朋友 后来呢 被吕布啊 这个暗算了 曹操就问刘备啊 说这个 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刘备就说啊 你忘了当年呢 吕布的那个干爹啊 几个干爹 丁元董卓是怎么死的吗 曹操一听呢 大笑不止 就把吕布给斩首了 三性加奴 反复背信弃义 只有新朋友没有老朋友 这样的人呢 他是走不远的 所以这个郭文贵啊 这种性格因素决定了他 那无论他的能力有多强 无论他呀 这个战斗有多么勇敢 他是没有一个原则 没有大目标的人 他的目标啊 就是自己的那一点啊 这个小财 就是自己的那一点啊 小利 就是自己的一个身家性命 保财保命 这就是他的目标 而这个目标啊 是不可能把人聚合在一起的 这个目标也不可能把它推向 真正的民主啊 反共大业的这个前沿 所以现在 是时候大家跟他来一个切割 是时候啊 大家把它放到一边 所有的这个民运人士 大家一定要联合起来 这个时候啊 一心一意的向着我们自己的目标迈进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